搖搖領先 哈哈哈哈 牛逼啊 直接坐後駭啦 翻船的啦 哈囉大家好我是帕拉9 最近中國小米不是推出了SU7這款車嗎? 那陸續有很多翻車影片流到外網 但是還是受到一堆愛國粉紅的吹捧 搖搖領先打敗特斯拉寶石姐 即便是許多小粉紅 因為一時愛國衝動 下了5000人民幣的訂金 後來反悔發現自己沒有能力買 只是因為一時愛國衝動 以為是在買小米家電這麼便宜 結果現在頂端全款買了 所以只好在二手車APP上面找下家 便宜賣一點出去 但他們嘴上還是要吹小米車多猛 3月31號第一台SU7在武漢街頭轉彎 失控自撞了呼啦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官方跟一些粉紅出來洗地說 是因為你看這個車主過彎加速 而且昨天那裡有下雨 地面還沒乾 所以在這種雙重加持之下 失控啦 那就是道路有問題啦 請武漢當地政府負責 而抖音上出現了很多這種加速版本 對吧 因為我們剛剛看的是行車紀錄 他是比較完整的 但是啊 抖音上流傳的那種直式的 轉彎的時候他就給他加速 所以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到 他有在加速 那個鏡頭又很明顯的在晃動 我是做媒體流怎麼看不出來呢 所以用這個去洗地去洗風向 那接下來帶大家來看一下更搞笑的片段 是由中國網友拿三款電動車實測的直播影片 想看的啊 這鞋上屬於高速的 是的 有著限速看的 高速的這筆架 喔喔喔喔喔喔喔 哎呀 130 來我們聽一下現場的反饋 現在一直不殺就停住了 果然果然 到這非常大的也知道 對能看成 因為這如果再不殺他就真的來不及 好130特斯拉 也通過了 距離控制更遠 特斯拉徹底 你看從什麼開始減速 這已經開始了 減了減了 你明顯減了 啊 減速 流了好遠 OK 120 這是一個 喔喔喔喔喔喔 不行了 不行了 有沒有看到 第一款小米SU7 直接翻車 有啦有偵測到了 但那個減速那個距離 AI沒有算好 還是撞上去了 對吧 那第二款 有萬二美的開發的 特斯拉 完美煞車 那第三款啦 是中國的國產車 未來汽車 更慘 比小米更慘 連煞都沒有煞 像是我自己開這個 BMW3 三年啦 它的自動駕駛 從來沒有失靈過 也沒有 算錯減速失敗 沒有啦 即便是如此 眼看小米給出的 性能數據來說 明面上看起來很不錯 跟中國的GDP一樣看起來都很棒 對不對 讓很多人拿2024年推出的性能 然後來跟什麼19年 20年的歐美車比 而小米 更是主打一些在我看來 很雞肋的功能 多雞肋呢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發現小米速器有一個能挽救家庭的功能 它叫聲音碱 就是你在打電話的時候 它能只接收主架的聲音 把其他位置的聲音都給隔絕了 行 我聽見了 我那個一會兒給你打過去 我在車上跟同事說點事 行 我聽見了 我那個一會兒給你打過去 我在車上跟同事說點事 就這功能 我願意再加這個122的 夠車一算 後排是隱私玻璃 包括這三角窗和這個後風檔 都是隱私玻璃 再加一千 然後設置裡有一個一鍵隱私 你選中以後 你車裡的攝像頭麥克風包括定位的設備就全都關閉了 你就隱身了 這都不是錢的事的風 愛情是無價的 科技以人為本 但我覺得很奇怪 通常來說不管是不是偷情 即便是朋友一起出去 坐一台車 突然有人要講一下電話 或是有什麼急事一定要講一下電話 那通常在我們台灣來說 我們都會默默的閉嘴 好好讓那個人可以接電話 可以聽 對不對 那你出這個功能的意思是 當你今天突然有電話 即使要接電話要講電話的時候呢 其他人不管你 繼續聊他的天 繼續在裡面撈嗑 是嗎 即便他的車子是可以屏蔽你的聲音 讓對方這個接收方 打給你這方聽不到 但你 你要聽他的聲音 你還要聽其他人的聲音 這個是車子沒有辦法 隱蔽的 對吧 因為你就在車上 所以我覺得這個功能非常的積累 而且我們今天講 即便你今天偷情 對吧 你的老婆是你的老公打電話給你 那你偷情的對象還繼續在講話 會有這麼傻的人嗎 那如果會的話我跟你講 故意讓你被發現 如果是這樣 屏蔽他 他可能把頭探過來你的 駕駛那邊講話 這樣你老公你老婆不就聽到了嗎 所以我說這個功能非常的積累 對吧 當然啦 有些粉紅會說 不一定是講電話 對吧 你可能邊開車邊看劇 有人打電話來 但你 你也想邊跟人家講電話 邊看劇邊開車 喔 祝你平安到家 我只能這樣說 祝你平安到家 其實這個功能 不是說歐美做不了 歐美早就推出那種很多AI軟體 對不對 可以屏蔽掉這些雜音 屏蔽掉這些聲音 只接收你了 但是為什麼不配在車上 像美國的航空技術全世界第一 那怎麼不把這個 太空政策儀 還有強大的接收器 放在特斯拉上面 不需要嘛 你今天哪怕把這台車 後車廂改造成冰箱都可以 但是一般車有這個需求嗎 需求它嗎 對不對 還有這條影片啊 小米主打 這款車的副駕 可以放14寸的筆電 但有網友實測打臉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段打臉影片 我看發佈會上說的 可以放一個 14寸的筆記本 這個比其他的車 真的要大很多 注意 我真的以為它非常非常大的時候 我又被淋了哪片了 我以為裡面非常非常大 其實它就很薄的一個 你真的就剛好 只能放一個14寸的筆記本 但凡荷重裡面的東西 我感覺就放不了 這麼完全平的 我以為很空 好啦 大家可能對小米說的 14寸電腦長什麼樣子 沒什麼概念 大概就是半個高度 一塊錢人民幣的大小 那一塊錢人民幣大小 跟10塊台幣 其實差不了多少 台灣的網友可以自己把10塊錢拿出來看 一塊人民幣的高度是25厘米 10塊錢台幣的高度是26厘米 差不多 那我們把這個概念帶到這個影片 10塊錢 一塊錢的一半 的筆電 大小 這個高度 可以剛好塞進去 像是其他的雜物 肯定就是放不了 當然啦 目前的線索是依據這條影片提供的內容去評斷的 不然就是 這幾個中國網友造假 來欺騙台獨 對吧 那接下來 還有父母拿小孩的手去實測 SU7的後備箱防夾功能 結果翻車了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我的天啊 你就這麼的信任小米 讓你的小孩去測驗 OK啦 為了公平起見 我去實測一下我開了3年的老車 他的後車廂 看能不能防夾 像我這台還可以腳踢關後車廂 但這也不重點 我直接把手掌 像這個小孩一樣 放在底部 看結果如何 不出意外的 也沒有出意外 回彈了 對吧 我的手也沒有任何的痛絕 也沒有什麼 壓痕 都沒有 好啦 說到底 中國的車啊 到底有沒有好的地方 有 跟台灣比起來 好的地方在於 價格 確實 偏移 非常多 不管是國產或是進口 17年啊 我去蘇州 找我的台商舅舅的時候啊 當然他已經過世了 他在17年之前 買了 BMW 那個時候的價格 是台灣的 兩倍 你也知道 美國歐洲的BMW 賓市已經很便宜了 對吧 然後賣來台灣呢 翻倍 但是那個時候的中國 又翻了台灣的快兩倍 所以也就是 中國那個時候 要買歐洲的車 翻了三四倍 但是17年18年之後啊 BMW 看上中國的廉價勞動力 所以呢 也同意讓中國 可以直接生產 這些 歐系車 那價格自然就壓下來了 也讓關稅免除了非常多 甚至比台灣賣的還便宜 例如我這台 320M運動版的 當年買快250萬 當然我有升級一些 配置 跟輪胎 所以才貴一些 而我看了 同樣的車款 不含配置的話 要 299999 人民幣 如果配置 高達到我一樣的話 要363400 人民幣 換算就是 159萬 同樣的規格 同樣的性能 整整比這台快便宜了100萬 所以在中國 開好一點的車 真的 成本 一點都不高 所以在抖音上 看到有人在開什麼好車 那個價格 跟台灣比起來便宜太多了 當然中國這麼便宜 就是免掉關稅 跟這些 工人的廉價勞動力 諸如此類 當然還有一些細項 這邊不贅述 但台灣不管是國產 或是進口 其實 都還要客稅嘛 對吧 台灣的國產 那裡面那些 還要什麼 零件啊 也有屯物稅 也有關稅 加加種種在一起 還是貴 那品質也沒有到 他賣的那個價格 最大的原因 就是我剛剛說的那些稅 所以在台灣買車 基本上就是養政府 其實啊 我也覺得 要廢除 或是降低一些 重複課的稅啊 或是 稅率不要這麼高 你當初說保護國產 你保護了什麼鬼出來 但是如果 少了這筆費用呢 台灣政府的財政收入 會有很大的漏洞 所以需要由其他方面來補 像是台灣的消費稅 非常低 才5%而已 日本啦 要10%以上 對吧 去年12月啊 我麥克風 掉在雪地裡面 找不到 所以呢 我就在 奧地利的首都 維也納 買了一款 同款的這個麥克風 稅 20% 另外算 比起在台灣買貴很多 5%比20% 所以如果廢除掉 或是大幅降低這種 車的稅啊 那是不是 我們政府會要從其他的稅來補 比如說把消費稅提高到10%20% 跟歐美自然是一樣的概念 那這樣大家願意接受嗎 所以啊為什麼哪個政黨上台啊 都不願意改 車子這一塊 即便是我們民眾都提出來為什麼還是不改 因為你改了你就要想辦法補缺口 對吧 因為這是客觀事實啊 這沒有辦法 從 國民黨執政時代就一直是這樣的政策 所以 不是說 我們都只看到中國的不好 我會把台灣的問題跟現況提出來了 對吧 我也覺得 你們的價格是不錯的 以前htc剛出來的時候 我確實也有買他的htc1 後來發現 蠻多問題的 而且耐用度跟卡頓的情況 確實不如蘋果好用 但是我當年啊 也不會無腦愛國 什麼台灣萬歲 台灣No.1 我不會 htc台灣驕傲 我不會講這種鬼話 因為確實你沒有蘋果好用啊 那我願意多花一年前買蘋果 但是我可以用的更久 那我為什麼不花這個錢 我也不會說台灣國產車就很牛逼 當然還是要依據個人需求跟食藥去做調整啊 我只是把我的感受說出來 當然還是一堆粉紅要說什麼啊 我們要靠電動車打江山 讓中國也可以前進世界前十大市值的公司 中國目前第一名 是騰訊 在世界排名第26 那第二名 是茅台 喝的那個9 世界排名第32 而世界排名前10的 有9家是美國公司 只有一家是阿拉伯 搞石油的 那個天然資源就另當別論啦 美國基本上就是科技跟創新產業 名列前茅嘛 不然就電商嘛 對吧 吃全世界的人口 而第11名是我們台積電 這讓我想到啊 2020年啊 有一位西班牙留學的小粉紅 打電話來跟我直播嗆聲啊 那個時候他說台積電遲早倒閉 中國晶片超越台灣 中國醫保也會屌虐台灣 華為5G 打敗美國 遍佈全世界 結果呢 他說的一條都沒實現 反而越來越慘 現在又在吹中國電動車 當然啦 特斯拉是世界排名第16 但我想說啊 美國很多產業都是相輔相成的 也有很多技術是可以 互相提供資源 或是幫忙 也有很多相關的帶動產業 而最大的就是 美國 給予他們很大的 創新環境 但 中國沒有 中國從共產黨上台以來 還有文革 到現如今 都是要以政治目的掛帥 你是不是能為我中共所用 你的科技是不是 能先幫我達到維權的目的 你是不是 會被其他境外勢力來利用 諸如此類 前提之下 這些都撇除了 你才可以去做這些 實驗跟做這些推進 好啦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啊 去買 小米的SU7 我是巴掌 小米見 掰 字幕曼瓷 加油 除了